拜登政府上週宣布 支持放棄中共病毒疫苗的專利保護 以利擴大疫苗生產 這個消息一出 引起國際間熱烈爭論 外媒指出 拜登團隊內部在討論這項決定時 曾出現重大分歧 最終基於外加考慮 才決定支持疫苗專利讓導 這項決定不僅引起各大藥廠的反對 他們說免除疫苗專利避大於利 並可能被中共取得美國疫苗技術 參與討論的人士 向倫敦《金融時報》表示 反對意見以商務部長吉娜·雷蒙多為首 他旗下的美國專利商標局 特別關注放棄專利保護 對美國知識產權的長期影響 此外 拜登總統首席醫療顧問 美國知名公衛專家福西 在宣布這項決定前的兩天 也向《金融時報》表示 他擔心這可能會導致美國和製育公司 進行漫長 而且糾纏不清的訴訟 拜登政府內部人士表示 最後說服總統和顧問 支持該決定 是基於外交上的考慮 報導說 美國貿易代表戴琪 和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 都認為 放棄疫苗專利保護 是一種風險較低的方式 可以為拜登政府取得外交上的勝利